自秦始皇称帝以来,皇帝制度开始在中国流传,在这两千多年间,中国历经了无数的朝代,而称帝的也数不胜数,而这些帝王的坟墓更是如今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。 在当今,太多的考古来自于意外,1974年,陕西的农民在打井取水的时候,无意中发现了陶制的人头,由此便开始了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,这样的意外在中国还有很多。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重庆一工厂在扩建厂房的时候,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,考古专家闻讯赶来,但并未发现其中的不凡之处,于是便没有深入调查。 可是后来,又有人在这座古墓附近发现了玄公之碑,于是再次将考古学家的眼光吸引了过来。 这次考古学家们不再像上一次一样草草了事,他们对古墓周围进行了仔细的搜寻,竟意外发现了被撕成条状的龙袍。 这让考古学家确定这是一座帝王墓,考古学家们立即组织了人,对其进行了挖掘。 结合出土的文物,这座墓的主人呼之而出,他便是大厦的开国皇帝明玉珍。 明玉珍是原墓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,于1960年建立大厦定都重庆。 之后,专家对龙袍被毁事件进行了调查,发现原来是一名十岁左右的小孩,在古墓附近玩耍的时候,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衣服。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便将其拿来玩耍,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将其撕成了条状,这令考古学家们哭笑不得,但索性这件龙袍最终被修复完成,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